第八十一章 市民兔 赵鹏哈哈一笑 小友啊 你不要看我这么年轻 其实我已经一千多岁了 只是因为少年时误服了养颜丹 才保持了一副少年模样 徐扬眨了一下眼睛 也说着 嗯 其实我和你一样啊 我都十万岁了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保持着一副少年的模样 小友说笑了 哎呀 赵鹏无语 徐扬撇着撇嘴 为什么他说真话 就是没有人相信呢 而面无表情的林青叔 此时心里却翻江倒海 他知道老祖活了多久 可是十万年 这个时间也太恐怖了吧 他看向徐扬 心头琢磨着 徐扬的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几个人一边说笑着 很快就走去了树林 回到了刚才有人的地方 不少人看向徐扬的眸光之中 都满是探寻和好奇 此刻白衣少年再次的隐藏了自己的修为 没有人能够看出 他是动天气的修士 哎呦我操 这人居然没死 有点意思啊 刚才那三个元英气的呢 怎么没有看见他们出来啊 你傻呀 肯定死了呀 这三个人活着出来了 那那三个人就肯定死了 卧槽 没看出来呀 居然是隐藏的强者 这才多久的时间呢 就结束战斗了 这是秒杀吧 不少人议论纷纷 然后一脸戒备的和徐扬拉开了距离 徐扬摸了摸鼻子 苦笑了一下 小友 我已经在此地蹲守两天了 没有任何的强者 不如我们去其他地方看看 赵鹏问着徐扬 徐扬自然是无所谓 随意的说着 一切都随你吧 还差一天 我们就必须进入那个地方 我这几天一直在寻找一起去的队友 可是我在这个岛屿山蹲守了几天 没有发现任何可以一起去的强者呀 说到这儿的时候 赵鹏一脸的惆怅 徐扬无语的摇里摇头 前方三十里 有一个动天气修为的人 我觉得你可以去试试 赵鹏一脸不敢相信的 看了看徐扬 问着 小友 你说的都是真的 赵鹏有些吃惊 因为 他都没有发现前面有什么动天镜的修饰 徐扬却轻轻松松的发现了 这岂不是意味着徐扬的神识 比他还要强大吗 我骗你干什么呀 那个动天镜的隐藏了自己的修为 在一个山洞之中烧烤呢 徐扬淡淡的说着 你要是不信的话 去看看就可以了 赵鹏点头 觉得徐扬说的有道理 前方有没有动天境界的修饰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在徐扬的带领下 果然在前方的陡峭的山坡上 发现了一个山洞 山洞之中冒出了青色的炊烟 还有一阵阵烤鸡的香味 徐扬轻笑了一声 喃喃的说着 这个人有点意思呀 现在所有人都在想着深海兰心 他一个动天气的修饰 居然在这里烤鸡 走进山洞前朝着里面一看 果然看见一个虚发双白 却精神抖擞的老头在烧烤 这老头一身气息内敛 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老头 只是那双明亮的眸子 时不时的爆发出金光 这个老头名叫黄天 是一个动天二层的修饰 几位来子 有何贵干呢 黄天一手捋着长长的银白色胡须 一手翻转着手上的烤鸡 看似浑浊的眼睛之中 金光闪烁 一堆看似普通的木材 在地上冒着淡蓝色的火花 温度高得吓人 烤鸡在火焰上烤了一会儿后 渐渐的变成了金黄色 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让人垂涎欲滴 你这烤得不行啊 徐扬摇了摇头 笑了笑 那个老头文言 顿时吹胡子瞪眼 看向徐扬 你说什么 你居然说老夫烤得不行 徐扬点头 自然是不行啊 虽然色香味俱全 但是缺少了魂 缺少了魂 老夫活了上千年 也烤了上千年 还需要你一个小辈来指指点点吗 黄天一脸不悦 刚才脸上的馋的流口水的表情 也荡然无存 看向的烤得金黄 色香味俱全的烤鸡 黄天此刻只觉得心头堵得晃 好了 你们三个成功地扰乱了老夫的性质 现在可以说说 你们来这干什么了吧 你也是来寻深海蓝心的吧 我得到了深海蓝心的线索 我觉得深海蓝心应该就在那个地方 但是那个地方非常的危险 所以我想凑齐几个人一起去 赵鹏说着 黄天听完 一脸老子不感兴趣的淡漠表情 赵鹏说了半天 黄天也没有回话 我说了这么多 你到底去不去啊 赵鹏说到最后也火了 黄天停下自己手上的动作 脸上的皱纹都堆积在了眉头上 微微地笑了笑 你想要我跟着你们去啊 好啊 也不是不可以 顿了顿 他又接着说着 刚才这小子说我考的不行 那就让这个小子考一个我看看 要是他考出来的能让老夫开眼 我就跟你们去 说着 黄天的目光看向了徐阳 一脸慈祥的笑意 一股淡淡的微压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压向徐阳 咔嚓 周围的几块巨石 在这微压之下 都砰的一声 化为了鸡粉 你想要干什么呀 徐阳淡淡抬起头 狭长的眼角泛起胸光 哎哟 你小的还挺厉害啊 居然能硬扛我的微压 黄天惊疑不定 刚才释放出来的微压 瞬间就收了回去 徐阳嘴角扯出了一抹笑容 好啊 我也好久没有自己烤过野味了 我就来试试吧 黄天给了徐阳一只 世命兔 然后把所有的东西 都交给了徐阳 一脸期待的 待在一旁看着徐阳 世命兔 徐阳看着自己手上的 这个圆鼓鼓的兔子 有些惊讶 世命兔 这个可是上古凶兽啊 虽然排不上名号 但是沦落到 变成烧烤的原材料 也忒悲惨了 第82章 除一碾压 哟 你居然认的 黄天有些惊讶 这世命兔 可是他偶然间遇到的 费了好大的力气 在捕捉到 世命兔而已 这般在我以前 那是吃到兔啊 当然 徐阳才不会说 以前他是吃到兔 但是现在已经 好久都没有看到 世命兔了 无比想念 世命兔的美味 小子 你吹牛可有一手啊 黄天对徐阳的话 嗤之以鼻 世命兔 那可是上古凶兽 想见到一只 都需要极大的运气 而且 世命兔虽然看上去柔弱 但无论怎么样 都是上古凶兽 世命兔逃跑更是一流 想要捕捉到更是难上加难 面前这个小子 真是吹牛不打草稿啊 黄天心里 就起了教训徐阳的意思 却见徐阳手脚弦熟 烧烤着世命兔 很快的 世命兔就变得外焦里嫩 金黄的脆皮 冒着金色的油光 哟 看上去就让人食欲大开 更加关键的是 一股淡淡的灵气波动 从这烤的金黄的世命兔上 传了出来 这 怎么还能有灵气波动 黄天震惊地问着 嘴角的口水忍不住地 哗啦啦地朝下面流淌 所以说呀 你刚才烤得不行 只是色香味俱全 可是这高洁的凶兽啊 本身就有绝佳的药性 你为了追求色香味 却让其中的药效进阶失去 可谓是舍本竹墨 徐扬淡淡的话 在黄天的耳中 听来却是如雷灌耳 刚想要说什么 却见徐扬已经抓起了 烤得金黄的世命兔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黄天吞咽了一大口口水 眼巴巴地说着 这个我能吃点吗 徐扬扯下了最没用的一个部位 给了黄天 又扯下了半条腿 给了灵情书 然后一个人就抱着 一整只世命兔 开始啃了起来 黄天看着手上这点渣渣 哭丧着脸 轻轻啃了一口 刚拿到嘴边 就闻到一股扑鼻的肉香 轻轻掰开 在金黄色的脆皮之下 包裹着如同白玉一般的嫩肉 一口下去 香甜在口中化开 一股暖流 从喉咙滑进了腹部 扩散至每一根血管 浑身仿佛心生一般的舒爽 可惜呀 徐扬给黄天的量太少了 一口下去什么都没了 黄天一个先锋到骨的老头 仿佛小孩子一样 哆嗦的手指头 眼巴巴的看着徐扬 哎 嘿 小友啊 那个 你可以 再给我一点吗 那语气啊 真的让人很难相信 他是一个先锋到骨的 动天境强者 林青叔也一脸狐疑地看着这个馋嘴的老头 然后轻轻地咬了一口徐扬刚才给他的兔腿 一口下去 林青叔顿时双眼发亮 感觉上半辈子白活了 跟在徐扬身旁这么久 居然现在才品尝到这样的美味 然而林青叔很快感觉不对劲了 体内的暖流并没有消散 而是汇聚在他的金丹处 哼 一股狂暴的灵气在金丹处爆开 林青叔的修为 竟然直接冲击到了金丹镜九层 突破了 徐扬淡淡地说着 继续低头啃着使命兔 林青叔傻眼了片刻 然后双目放光 问着徐扬 还有我 黄天在一旁眼巴巴地望着 徐扬抬起头 嘴角带着一缕意味深长的笑意 林青叔 这个世民兔灵气太过狂暴 你不适合多吃 不然会对你的身体有所损伤的 至于你啊 老头子 徐扬转头看向了黄天 只要你跟着我们走 你负责抓野味 我看心情 也不是不可以给你烤一点 黄天顿时仿佛像得到了 新玩具的小孩子一样高兴 至于赵鹏 完全傻眼了 他没想到小小的口腹之欲 居然能俘获一个 动天者修饰的芳心 看向徐扬的眸子之中 不由得充满了好奇 徐扬的修为 他一直都没有探测出来 但是在他心里面 自己的推算 徐扬应该也是动天气的修饰 不然的话 一切事情真的无法解释 随即 他的嘴角又扯了扯 这个动天境的修饰 还真是低调啊 居然将修为隐藏在炼气气 隐藏修为 隐藏到原因或者金丹就行了呀 徐扬居然将修为隐藏在炼气 这谁要是信了徐扬是炼气 那人绝对是个傻子呀 哎 你要吗 徐扬看着目光 一直落在他身上的赵鹏 一脸笑眯眯的问着 我不要 赵鹏断然拒绝 哦 不要算了 徐扬淡淡应了一声 然后又低头啃着自己的兔肉 只是 在徐扬的心头 却是有些惊讶 赵鹏 绝对是一个恐怖的人 他能抵御任何有可能对他不利的诱惑 这是一个有绝对理智的人 但是徐扬也只是这么一想 赞叹一下赵鹏而已 赵鹏不管怎么样 都和他没关系 赵鹏要是真的做什么 让徐扬恼怒的事情 徐扬想戳死赵鹏 也就是一根手指头的事吧 当徐扬一个人吃完了一整只市民兔的时候 几人便开始商量接下来的行程了 赵鹏从怀里拿出了一张卷轴 摊开在地上 才发现居然是一张地图 赵鹏一只手指着地图上的一个蓝色区域 一脸严肃地说着 深海蓝星就在此地 但是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巨大的深海漩涡 漩涡之中 有极强的灵气波动传出 暂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传出如此强劲的灵气波动 而且啊 我还在漩涡的周围看到了不少的上古凶兽 可以肯定的是 肯定是危险重重 不知道你们又没有胆量去 我们的目标是进入漩涡之中 寻找深海蓝星 另外我猜测 这个地方除去了深海蓝星 其他纪元也肯定少不了 赵鹏热血沸腾地说完 打量着徐扬和黄天 只见黄天还是一副老子不敢兴趣的表情 脸上的皱纹无力地垂下来 眼睛半闭着 而徐扬却是自顾自地 在地图上研究着什么其他的东西 口中喃喃自语 赵鹏一时间语色 我感觉他说了这么久 没一个人听啊 可是我们进去 寻找深海蓝星干什么呢 第83章 漩涡 虽然徐扬和黄天都没有理会他 但是林青叔却是一脸认真的 听着赵鹏说话 然后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赵鹏抬眼看了林青叔 有些无语 刚才林青叔突破的时候 赵鹏已经知道了 林青叔就是一个金丹气的低阶修士 虽然金丹气的修士 基本没有什么用 但是 好歹有一个人听了他的话呀 让赵鹏感觉欣慰不少 这次 我对深海蓝星势在彼得 传闻深海蓝星的叶子 可以使人还魂 深海蓝星估计就是我全部的希望了 赵鹏说到这儿的时候 丹凤眼微微眯起 眼眸中的悲伤 掩饰不住的溢了出来 嗯 深海蓝星的叶子 确实可以让一个魂魄残缺的人 起死回生 徐扬转过头问着 怎么了 你要深海蓝星的叶子吗 没错 我的道理 为了保护我受了重伤 现在魂魄残缺 随时可能会灰飞烟灭 现在唯一可以救他的 就只有深海蓝星了 赵鹏说到这儿的时候 炯炯炯有神的目光 逐渐的带出了泪花 徐扬点头 啊 原来是这样啊 只是 徐扬的眉头深深的皱在了一起 狭长眼角下的梦子 蒙上了一层阴霾 赵鹏要深海蓝星的叶子 会破坏深海蓝星 一旦深海蓝星 遭到破坏 寄生在深海蓝星之中的灵魂 也会遭受同等的损伤 如果他当年的徒弟的魂魄 在深海蓝星之中 那徐扬自然是不能让赵鹏 破坏深海蓝星一丝一毫 但是看赵鹏的模样 对深海蓝星似乎也是势在必得 到时候 徐扬必定要因为深海蓝星的问题 和赵鹏翻脸 想了一会儿 徐扬就没有继续这个念头了 现在还没有找到深海蓝星呢 等什么时候寻找到了 再说这些吧 我在地图上 研究了一下海域周围的环境 深海蓝星在那个漩涡之中的概率是最大的 所以 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徐扬有些迫不及待 他的上一个徒弟白脸雪 可以说是因为徐扬的疏忽而死 徐扬一直对他有些愧疚 现在恨不得立刻跑到深海蓝星旁 确定一下他可爱的白脸雪 是不是还好好的活着 赵鹏微微一笑 只要你们确定要去的话 我们三人随时可以动身前去 那我们就走吧 还在等什么呢 徐扬也笑着笑 徐扬和赵鹏都非常默契的 没有提及深海蓝星的问题 对了 黄天前辈 你为何要去那漩涡之中呢 或者说 你为何要深海蓝星呢 忽然赵鹏转过头来问着 黄天吃笑一声 一脸的不屑 老夫对那个什么深海蓝星 可没有任何兴趣 赵鹏一愣 那你的此处是为了什么呀 老夫游戏四方便寻天下美食 听说这东山海的大虾是一举 走来品尝 赵鹏听完 傻眼了 啥意思 这老头过来巴西亚来了 但是看黄天一脸认真的表情 赵鹏也只是勉强的相信了 现在啊 老夫觉得老夫来东山海 是人生中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要不是老夫不愿万里来到此处的话 就不会认识徐杨小友 自然也就无法品尝到徐小友的手艺了 黄天一脸陶醉的说着 赵鹏实在无法想象 徐杨做的东西得多好吃啊 才能俘惠一个冻天机修饰的心 尽管这个冻天机的修饰是一个吃货 在波涛汹涌的东山海的中心处 有一个巨大的恐怖漩涡 漩涡的中心位置足足有百米的直径 飞速旋转的海水溅起浪花 仿佛一把把利剑 轰隆隆的巨响 惊雷一般掩盖了一切的杂音 此时有数十个身穿黑色衣袍的人 悬空礼于漩涡的上空 这些人的气息尽是极其的强大 全部都是冻天气的修为 那深海蓝星 就隐藏在这漩涡之中 也不枉我们海魔宗祖祖辈辈找了两万年的时间 终于还是找到了白莲雪呀 传闻白莲雪是那个怪物最看重的徒弟 掌握不少的仙法 等抓到了他将他搜魂 获得的功法也许还能让我突破冻天境界 达到元神境界呢 那白莲雪的魂魄被囚禁在深海蓝星之中 只需要找到深海蓝星 刚才有五个动天境界的修士在这儿 赵鹏也赶紧用神识探查了一下四周 发现周围的灵气果然十分的紊乱 但是赵鹏只能推测出 刚才这个地方有强者路过 修士自身强大的灵气 把四周的灵气给搅乱了 但是他无法判断出 到底是什么修为的修士 或者说有几个人 小友你是怎么知道的 赵鹏皱起了眉头 徐阳笑笑 知道这个还不容易吗 赵鹏是越来越看不懂徐阳了 徐阳的修为一直保持在练气气 而且徐阳居然说他不会飞 拿出了一个破破烂烂的灵粥 慢慢悠悠的晃到了这个地方 赵鹏坐在徐阳的灵粥里面的时候 简直怀疑人生啊 看徐阳那一脸认真的表情 不像作假呀 而且会飞的话 谁还会带一个破烂灵粥啊 冻天气修士的飞行速度 是徐阳那破烂灵粥的几十倍好吗 但是要说徐阳不会飞 作为一个冻天气的修士 居然连飞行这种金丹气 都可以做到的事情都不能做到 那就只能相信 徐阳是一个恋气气的渣渣了 纵观徐阳一路的表现 要说徐阳是恋气气 赵鹏感觉他的智商是受到了侮辱啊 于是赵鹏就这样纠结了一路 小友你说 这些修者 是不是来抢我们的深海岸心呢 赵鹏问着徐阳 徐阳的手指指着漩涡的空洞 那些气息是进入漩涡之后消失不见的 应该是冲着深海岸心来的 第八十四章 五个冻天气 是这样吗 赵鹏轻声地问着 淡然的眸子中闪过了沙翼 走 我们也进去 赵鹏语气变得冰寒起来 徐阳点头 将灵气包裹在灵青树的身上 形成了一层的保护膜 然后冲入了漩涡中间的空腔 轰隆隆的巨响 仿佛要震破人的耳膜 让人心惊肉跳 漩涡的空间的空腔下 一团漆黑 周围海水高速旋转着飞奔而下 似排山倒海万马奔腾 裹挟着徐阳进入深渊 然后咔嚓咔嚓地 将徐阳要撕得粉碎 这个漩涡下方有灵气 徐阳神识向下方探测了一阵 为什么 赵鹏有些懵逼 因为这个地方的自然条件 并不足以形成这个巨大的漩涡 徐阳淡淡地回答 其实 徐阳已经猜测到 那个灵气是什么了 心头忍不住有些激动 哦 赵鹏随意地答应礼声 并不感兴趣 现在他只想要深海蓝心 救他道旅的命 其他的东西都一边去 这个漩涡不像其他的漩涡一般 越到底部 空腔越小 反而深入底部之后 空腔越来越大 达到最底部的海底之后 整个空腔已经足足有个小型城市那么大了 说是海底 地面上 地面上却干燥的没有一丝水渍 干燥的黄沙 反而让人觉得是在沙漠之中 头顶上是有黑的高速旋转的海水 而徐阳的周围有几个人正虎视眈眈的看着徐阳 你们是何人 来这干什么 说话的正是那五个黑衣人 他们强大的气息 毫不掩饰地压在了徐阳的身上 五个洞天气的修饰强大的气息 形成了锋利的白色剑刃 环绕在徐阳的身边 但是却无法靠近徐阳一步 哼 你们来这干什么 我就是来这干什么 徐阳抬头 沉寂的黑眸之中 撩起一抹阴厉的沙翼 因为其中一个黑衣人的手上 提着一株通体半透明 泛着淡蓝色光彩的仙草 仙草只有八丈大 三块伸展出来的扁平小叶子 仿佛人手一般的上下左右摇晃 特别是看到徐阳的那一刹那 摇晃得更加剧烈 还微微地颤抖起来 徐阳仿佛能感受到 这其内的灵魂激烈动荡的心情 这仙草就是深海蓝心 徐阳没有想到 居然这么快能找到深海蓝心 只是这几个人 居然敢打深海蓝心的主意 都该死 此刻 赵鹏的脸色也非常的难看 深海蓝心他确实是找到了 只是有人掀他一步 拿到深海蓝心 而且更让他感觉郁闷的是 对方五个动天境的强者 他要抢的话 好像也抢不过呀 想到这儿的时候 他有些后悔了 他当初就应该一个人来 他被这漩涡的气势给吓到了 这才想到 找几个人来给他扛刀 走了几天的时间去寻找伙伴 结果就有人截足先登了 更让他感觉郁闷的是 这个漩涡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危险 你们几个 给我把深海蓝心放下 赵鹏咬咬牙 虚张声势 不管怎么样 为了他的道理 深海蓝心 他是必须得的 那五个海魔宗的动天境界的强者 仿佛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一般 速速冷笑着 看着前方的人 就凭你们几个 两个动天境界的 一个金丹的 还有一个炼气级的渣渣 你怕不是疯了吧 赶紧给我滚蛋 我还可以当做没有看见你们几个 不然的话 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残忍 这五个海魔宗的动天境强者 哈哈大笑上 根本就没有把徐扬几人放在眼中 赵鹏文言也感觉有些无力啊 虽然徐扬不是恋气气的渣渣 但是三个动天境的修士 也打不过五个动天境修士啊 想到他的道理要得也只是一片叶子就行 也要不了多少 赵鹏想了一下 忽然说着 既然我们都知道深海蓝心的位置 那自然是见者有份 我只需要深海蓝心的一片叶子就行了 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我任凭几位驱使如何 赵鹏艰难的说着 他这话呀 在他看来 就是为了那一片的深海蓝心 出卖了灵魂呢 但是为陪伴了他上千年的道理 他咬咬牙 还是说了出来 那五个动天境的修士 根本就没有把赵鹏看在眼中 这几个人知道我们得到了深海蓝心 也许他们知道一些什么 不能让他们出去了 你们觉得呢 其中一个人说着 我也这么认为 另外一个人点头 看向徐扬几个人的眼中 充满着杀意 你们几个既然已经下来了 就不要上去了吧 一个黑衣人素素冷笑 忽然一拳就朝着赵鹏给轰了过去 这一拳萦绕着淡淡的红色血雾 拳风呼啸 地上的黄沙被强烈的拳风刮起 仿佛风暴来临一般 那个动天竟修士的面色猙獰 眼中有着猫系老鼠的戏谑 赵鹏见他居然直接就动手了 有惊有怒 赵鹏好歹也是一个动天竟的修士 自己的傲气 低声下气的求别人 已经让他非常的不爽了 现在那些人更是直接无视他了 说动手就动手 赵鹏直接炸了 提手一拳就赢了上去 轰 顿时 两道身影交错而过 拳头对撞在一起 掀起的气浪 让上方的漩涡都开始不稳了起来 一阵上下左右的摇晃 就在这个时候 另外一个拳头从斜边飞来 没有任何防备的赵鹏 直接被这个拳头打在了身上 吐出了一口血 飞速的倒飞了出去 差一点就被打进了漩涡之中 尸骨无存 你们几个是自尽呢 还是让我们杀了你们呀 五个人走到了徐扬的面前 练气漆 我猜你不是练气漆 但是不管你是什么境界 今天你都死定了 那五个黑人看着徐扬 肆无忌惮地打量着徐扬的修为 然后那几个人就傻眼了 因为不管他们怎么看 徐扬都只是练气漆的修为 我说你们几个 杀别人可以啊 你们要是赶上这小有一根寒毛 小心我让你们吃不了兜色走啊 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沉默寡言的黄天终于开口了 徐扬的眉头一皱 这个时候 换成其他人恐怕都吓尿了 但是黄天居然还敢这样说 第八十五章 残影 不是黄天傻了 就是黄天有自己的倚仗 根本就不怕这五个人 又是一个不怕死的狂徒啊 那几个黑人对视了一眼 笑了笑 今天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有什么本事 让我们吃不了兜着走 那五个人一边说着 忽然一拳就朝着徐扬轰了过来 徐扬没躲也没动 而是将目光看向了黄天 黄天露出了他的一口老牙 嘖嘖嘖的说着 我就很佩服你的勇气啊 既然你要想死 我就勉为其难的成全你吧 一道白色的剑光一闪而过 那个动天境的修士还没有看清楚 脖子上就出现了一个血洞 他一脸不敢相信的捂着脖子上的血洞 缓缓的倒在了地上 另外四个动天境的修士 不敢相信的看着黄天 又看了看地上同伴的尸体 你是原神气的强者 这一会儿轮到那几个动天境的修士吓尿了 原神境界的修士 虽然和动天境界的修士只高了那么一点 但是那点差距却是天差地别 一个原神境的修士 可以吊打一千个动天境修士 气都不带喘的 要是黄天真的是原神境的修士 那他们还玩个屁呀 集体抹脖子是最好的选择 徐扬摇着摇头 哎 他不是原神境界 而是一个特殊体质的动天境 黄天听了徐扬的话 笑了笑 小友确实不简单 居然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底线 说着 黄天又将头 转向了那几个动天境的修士 刚才小友说了什么 你们听不到吗 赶紧给我把这个什么深海蓝鞋啊 给我放下 要不然的话 我就让你们永远待在这个地方 几个动天境的修士都要哭了 耗费了这么长时间的寻找 终于找到了 没想到居然半路杀出了一个程咬金 他们到现在呀 突然有些想哭是怎么回事啊 没办法 虽然黄天不是动天境界的修士 但是也可以秒杀他们的存在 在深海蓝鞋和生命面前 他们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生命 当即就丢下了深海蓝鞋 屁滚尿流的逃跑了 赵鹏这个时候站了起来 捂着差点被打断的老腰 一步一步的走到了徐阳的面前 这个时候赵鹏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 赵鹏本来以为他在几个人之中算是最强的 但是现在看来呀 他还是太天真了 徐阳甚不可测 黄天深不可测 就连一直在旁边这个 金丹旗的修士灵清书 他都感觉有些深不可测了 徐阳前辈 这个深海蓝鞋 赵鹏尴尬的说着 语言又止 怎么了 有事情吗 这个 我想要一片深海蓝鞋的叶子 不知道 赵鹏小声的说着 徐阳也想帮助赵鹏一下 但是赵鹏想要深海蓝鞋这点 简直就是在做梦 这个你就不用想了 你要是真的打算要深海蓝鞋一片叶子的话 我会选择让你在这个地方 长眠不醒 徐阳的话 无疑是给赵鹏当头一棒 他看着徐阳那一脸认真的模样 就知道徐阳不是和他在开玩笑 好吧 都他妈是哥哥呀 就他一个弟弟 赵鹏这个时候有些欲哭无泪 但是 我知道另外一些办法 可以救你夫人的命 如果你相信的话 你可以让我试试 赵鹏刚刚暗淡下去的模子 又亮起来了 惊喜地问着徐阳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我骗你有什么好处吗 徐阳淡淡地反问 赵鹏刚刚死去的心 又燃起了希望的火焰 徐阳没有理会赵鹏 用神识 小心翼翼地 沟通了深海蓝鞋 然后徐阳就是一阵狂喜 因为深海蓝鞋之中 真的有白脸血的魂魄 但是让徐阳感觉非常揪心的是 白脸血的灵魂实不存一 已经到了魂飞魄散的边缘 徐阳 是我对不起你 徐阳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好在 白脸血的灵魂 寄生在深海蓝鞋之中 只要深海蓝鞋不遭受损伤 白脸血那残破的魂魄 就不会有事 既然已经得到了深海蓝鞋 我们先上去吧 徐阳语气平淡 黄天倒无所谓 只是赵鹏的脸色 一直有些黑 非常难看 唉 赵鹏啊 你不用这么担心 我是真的可以救你的夫人的 徐阳知道赵鹏的心情 但是啊 让徐阳把深海蓝鞋给赵鹏 显然是不可能的 只能选择性地安慰一下他 接下来几个人便要飞出漩涡 只见徐阳掏出了一个灵舟 做了商局 然后缓缓上升 黄天看到这一幕 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 他是实在是有些没看懂啊 徐阳也太会装了 还装炼气呢 炼气有这样的吗 他不禁有些怀疑世界 几个人很快地飞出了漩涡 但是 刚刚飞出了漩涡 看到蔚蓝的天空 就在这时 忽然从旁边飞来两个 动天境界的修饰 一把把灵青树给提了起来 然后划过一道残影 消失不见 这几个动天境的修饰 分明就是刚才在下面那几个 徐阳看到那几个人消失的方向 表示有些懵逼 哎呦我操 追啊 徐阳大吼一声 话音一落 徐阳率先驾驶的灵舟 追了出去 虽然灵舟的速度 对圆影骑的修饰来说 都是非常快的 但是在动天境修饰的面前 那是蜗牛一般的速度啊 刚才那几个动天境修饰的速度 更是比其他动天境的 还要快上几分 哎 小友啊 我觉得此时此刻啊 你就不要再装弱了吧 黄天忍不住说着 我 我装你妹 我装啊 我真不会飞 徐阳发怒 你赶紧给我去追 以后你要吃什么 我全给你做 徐阳心中想着 灵清书千万不要出事啊 不然 刚刚把他两万年前的徒弟 白脸血的残魂找到 这又把灵清书给搭进去了 第八十六章 夜灵血 黄天听到徐阳的话 下一秒钟就消失在了原地追去了 还有你 赵鹏 赶快去追 你追上了 我百分百把你夫人救活 下一秒 赵鹏也消失在了原地 徐阳追逐着那些人流下的气息 缓慢地追去 在东山海之中的一个偏僻角落 有一个巨大的岛屿 岛屿名叫海摩岛 因为上面矗立着一个宗门 名叫海摩宗 黄天和赵鹏一路追逐 就追逐来到了海摩宗 然后他们就发现 情况似乎不太对劲 足足几十个动天境界的修饰 把他们团团地包围了 刚才你们几个不是很狂吗 怎么了 现在不狂了 刚一个动天气的修饰 狠狠地朝着地上 催了一口唾沫 在他的面前 还有一个动天气后期的修饰 一头血红的头发 双目泛白 眼角溢出许多星红色 米粒大小的虫子 这个人的长相 让人看一眼就想要吐 他就是海摩宗的宗主 叶灵穴 叶灵穴沙哑的嗓音 仿佛一只猫 用尖锐的指甲 在玻璃上刮蹭一般 让人听了头皮发麻 极度的不舒服 赵鹏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 低声对黄天说着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黄天虽然心里也发怵 但是表面上却是非常的淡定 吹嘘着 怕什么呀 来一个我杀一个 来一双我杀一双 可是这里 可足足有几十个人呢 赵鹏嘴角微微苦涩 他死了无所谓 但是他死了 谁来照顾他的道理呀 忽然 他想起了徐阳 也在跟着他们来了 只是速度没有他们快而已 这个时候 赵鹏才看破徐阳的险恶用心 徐阳故意慢悠悠地走在后面 啊 其实就是让他和黄天 在前面蹚雷呀 现在他们成功地闯入了雷区 而徐阳发现了前面是雷区之后 当然不会傻傻地闯进来了 肯定是拿着深海蓝心转头就走啊 至于徐阳那个倒霉徒弟 赵鹏嘴角扯了一下子 露出了一抹苦涩的笑容 对于一个动天境界的修士来说 一个金丹气的徒弟算个屁呀 赵鹏简直恨得牙痒痒 就在这个时候 叶灵雪缓缓地走了上来 深海蓝心在谁的手上 老老实实地给我交上来吧 我可以让你们死得痛快一点 不然的话 我不介意让你们在我们海魂中的 画魂池之中化为灰烬 深海蓝心在徐阳的手上 不在我们手上 叶灵雪有些疑惑 徐阳是谁 他在什么地方 赵鹏的脸上浮现出了愤恨的神色 咬着牙说着 徐阳在后面 他让我们在前面给他蹚雷 他躲在后面 现在估计已经跑了 赵鹏的话 也得到了那四个动天机修士的肯定 海魔宗宗主文言沉吟了一下 然后说着 既然如此 那你们两个给我带路 招待陈阳 你们两个的表现要是好的话 我可以给你们一条活路 赵鹏现在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他偏执地认为 徐阳是利用了他 把他当成了傻子一样来忽悠 所以毫不犹豫地点头 好 你们跟我来 黄天在旁边却要冷静得多 低声地说着 赵鹏小友啊 你恐怕有什么误会啊 我相信徐阳小友一定是一个正直的人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林青叔虽然被两个动天境界的修饰 死死地压着 但是也听到了赵鹏和叶灵雪的对话 林青叔使劲地摇头 对着赵鹏使眼色 他当然知道徐老祖绝对不会抛弃他的 想让赵鹏冷静 可惜赵鹏完全没有看见林青叔 好 我带你们去找徐阳 深海蓝星就在他的手上 赵鹏愤恨地说着 就在这个时候 居然天边出现了一个黑点 游远极近 缓缓地飘进人群中央 所有人都惊呆了 嘴巴张得大大的 可以塞下一个鸡蛋 所有人都以为 徐阳带着深海蓝星跑了 没想到 徐阳居然还没跑 这大大的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而且更加关键的是 这么一堆动天气的修饰 徐阳看不见吗 怎么还一脸淡定地冲了进来呀 所有人都将目光 汇聚到了徐阳身上 想看看徐阳到底搞什么鬼 我感觉让大家久等了 一声轻轻地咳嗽传来 只见那破破烂烂的灵州 停在了黄天的身旁 徐阳从灵州之中 小心翼翼地钻出一个头来 然后一脸讨好的看着黄天 黄天哪 你要抓住我 我不会飞 掉下去就尴尬了 黄天的嘴角抽搐了一下 非常配合地提着徐阳 徐阳脚踩灵州 手扶着黄天 一脸忧怨地说着 哎呀 我说你们我们就不能脚踏实地地在地上说吗 我不会飞呀 叶灵穴看着宛如火宝的徐阳 微微皱起了眉头 问着旁边动天旗的修士 他就是徐阳 啊没错 那几个动天旗的修士 摸了摸额头上的冷汗 你们是傻子吗 深海蓝星 你们是怎么让他得到的 听到那四个动天旗修士肯定的话 叶灵穴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呛死 那四个动天旗的修士 也感觉非常郁闷 深海蓝星 怎么会让徐阳得到呢 呃 徐阳并不自畏惧 我们不是败给了徐阳 是那边那个老头 那四个动天旗的修士说着 手指着黄天 叶灵穴看向黄天 缓缓地走了过来 黄天是吗 你想好了怎么死吗 黄天虽然心头打鼓 觉得今天要交代在这个地方了 但是面子上却是丝毫都不露下风 老夫这话听了无数遍了 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倒是对我说这话的人都死了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呀 徐阳现在可没有心思听这些人的嘴炮 目光四处张望 终于看到了灵清书 只见灵清书被几个人压着 浑身动得动弹不了 一脸的痛苦之色 第八十七章 鸟杀 徐阳看到这一幕顿时怒火中烧 也不废话 手中一道白色的剑光一闪而过 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 刺向了那动天气修饰 徐阳的剑光速度极快 那几个动天气的修饰 只来得及做出一些简单的防御 可是这些简单的防御 怎么可能防得住徐阳的剑光呢 徐阳的剑光带着雷霆之势 仿佛切纸片一样 切开了他们的防御 下一秒 那些动天气的修饰 就变成了一团血雾 消散在天底间 空气中 飘散着淡淡的血腥气息 嗯哼 呃 青书啊 我不会飞 你自己过来 徐阳解决了 竖住灵清书的人 却见灵清书傻在原地 不由得有些焦急的说着 一脸懵逼的灵清书 顿时反应了过来 脚步一踏出 飞适地逃到了徐阳的旁边 叶灵清书这个时候凌乱了 刚才他看见 徐阳这个炼气气的小辈 居然秒杀了几个动天气的修饰 卧槽 秒杀动天气的修饰 这绝对不是炼气气啊 叶灵清书感觉刚才他瞎了眼呢 居然没有看清楚 徐阳真正的修为 一直以为徐阳 只不过是一个炼气气的弱鸡 让海魔宗又折损了几个动天气的修饰啊 想到这儿的时候 他就有些心疼 杀了他 叶灵清书愤怒大喝一声 那沙哑让人作呕的嗓音 仿佛是地狱冤魂发出来的嘶吼一般难听 杀 那些动天气的修饰 听到了叶灵清的嘶吼声 各种各样的招式从他们的手上飞出 砸向了叶灵清 顿时天地变色 雷鸣电闪 下方的大洋都因为剧烈的灵气波动 掀起上百米高的浪花 几十个动天气的修饰 足以翻江倒海 灵清书看到这阵仗 面色变了变 就连黄天的面色都变了 几十个动天气的修饰 就连元神境界的强者 恐怕都无力应对 然而 徐阳直面几个动天气的修饰 确实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朱唇清起 两个字缓缓从徐阳口中吐出 啊 淡定 仿佛有天地法则一般 这两个字落下 那些动天气的修饰顿时一震 气势顿时卸去一半 死 徐阳再次朱唇清起 无数白色的灵气 排山倒海地射向那些人 徐阳的灵气都是炼气气的灵气 纯度不高 但是数不清的数量 弥补了质量的劣势 就好像一滴水 毫不起眼 但是当足够多的水 汇聚成海的时候 就可以颠覆世界 徐阳的单独一缕元气 非常的弱机 在这些动天境界的强者看来 就仿佛空气一般 但是当数量足够多的时候 就连这些动天境的修饰 也要感到颤抖 一阵灵气交锋的乱响 一个接一个的动天气修饰 在徐阳狂暴的灵气之下折损 化为血雾 在徐阳的灵气风暴面前 那些动天气修饰 连完整保留一个尸体的能力都没有 很快的 所有动天气修饰都死了 就只剩下叶灵穴一人 但是 现在叶灵穴都要吓尿了 他看着徐阳一脸的不敢置信 徐阳也将目光投向了他 叶灵穴给徐阳的感觉 非常的熟悉 看了叶灵穴好一会儿 徐阳终于想起了他是谁了 嘴角不由地带起了一丝细谑的笑容 哎哟 两万年了 没想到你还活着呀 我猜 你的血神诀 一定练成了吧 叶灵穴听到血神诀的时候 母子中的恐惧更甚 浑身都因为恐惧而颤抖 你是 你是徐阳 叶灵穴大声的惊呼 虽然 他早就知道了面前这个少年 名字叫徐阳 但是现在他才知道 这个名字之中的真正含义 哦 看你这个模样 是想起我了呀 徐阳看着叶灵穴 嘴角戏谑的笑意更浓了 叶灵穴苦笑了一下 他可不是想起来了吗 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徐阳这个恶魔 叶灵穴自认为他就是恶魔 可是在徐阳的面前 他就宛如一个婴儿 在壮硕的成年人面前一般 每天夜晚的时候 他都会想起徐阳这个恶魔 可是 徐阳在两万年前不是已经死了吗 不管这些了 他只知道 他今天死定了 前辈 您还是这么年轻啊 叶灵穴苦笑了一下 徐阳点头 你想要表达什么呀 叶灵穴苦笑 然后问着 哎呀 前辈 我现在只想问一个问题 你到底是什么行为呀 我知道 我今天是死定了 我现在只想要知道 困扰我一生的问题 前辈 你到底是什么行为 我的行为 其实你早就知道了 我只是练七七 有什么好疑惑的 难道说 到死我都不能知道前辈的行为吗 叶灵穴难难的说着 有些失望 徐阳可不管叶灵穴到底有多失望 起手就是一道剑光 朝着叶灵穴射去 两万年前我信任你 没想到你却背叛我 我饶你一命 今日你却再次招惹到我的头上 那你就准备死吧 徐阳的话音落下 剑光已经刺到了叶灵穴的身旁 叶灵穴也没有任何的抵抗 或许他知道 徐阳想要他的命 抵抗是没用的 剑光射在了叶灵穴的身上 叶灵穴瞬间伸手分离 坠落在海洋之中 在场的几十个冻天气的修饰 居然让徐阳一个人给团灭了 所有人都惊呆了 嘴巴张得大大的 可以塞进一个鸡蛋 特别是赵鹏 现在他感觉头有些晕呢 他刚才做了什么蠢事啊 现在他特别希望 徐阳不知道刚才他说的话 但是老天爷仿佛就是喜欢和他开玩笑一样 徐阳缓缓地转过了头 看向了赵鹏 赵鹏露出了一丝尴尬的笑容 看着徐阳 徐阳也露出了一个笑容 回望着赵鹏 刚才 我听到你说 你要带着这些人来找我 是吗 赵鹏感觉菊花一紧 刚才徐阳秒杀那些动天气修饰的英姿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知道 他要是解释不清楚的话 徐阳杀他 就跟杀鸡崽子一样容易 第八十八章 东山城 这个 是个误会 赵鹏说着 脸上全是牵强的笑容 他那一直颤抖的身子 出卖了他心中的恐惧 徐阳叹息一声 摆了摆手 啊 我理解你 这些就不用说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徐阳说这话的时候 目光真诚 看不出一丝一毫作假 徐阳是真的不打算找赵鹏的麻烦了 赵鹏虽然误会了他 但是也算是一个好人 而且在那种情况下误会 也是情有可原 赵鹏喜极而泣 差点就要跪下谢恩了 徐阳没有理会赵鹏 而是将目光放在了岛屿上的海魔宗之中 此刻的海魔宗乱成了一团粥啊 许多的海魔宗弟子乱糟糟的 如同一团受到惊吓的蚂蚁一样 四散而逃 刚才海魔宗的所有弟子 亲眼看见了他们那高高在上 看比无敌存在的长老 被徐阳一个人给秒杀了 海魔宗完蛋了 不愿意给海魔宗陪葬的弟子 自然是竭尽全力的出逃 好像生怕徐阳这个杀神 杀到他们的脑袋上 徐阳脚踩灵船 缓缓地降落在了海魔宗的广场之上 顿时 几秒钟前还熙熙攘攘的广场 瞬间就没有了一个人 海魔宗的弟子仿佛躲温神一般 躲避着徐阳 徐阳也没有理会这些人 目光一转 随意地抓住了海魔宗一个弟子 问着 你们海魔宗的仓库在什么位置啊 那个海魔宗的弟子都要吓尿了 指着前面的一个灰红的大殿 嘴唇哆哆嗦嗦地说着 就在前面的那个大殿之中 徐阳扔开了那个海魔宗的弟子 走进了那个大殿 一打开 果然是仓库啊 好东西不少 加上刚才那些冻天气修饰身上的东西 这次收获不小啊 徐阳随意地拿起了一把零件把玩 脸上露出了笑容 当然 这些东西是次要的 徐阳得到了深海蓝星 找到了白脸血的残魂 才是最为主要的 徐阳将海魔宗翻了一遍 可以拿走的有价值的东西 全都带走了 然后徐阳在海魔宗的后山上 看到了不少圈养的灵兽 这些东西作为食材 应该不错 徐阳手上灵气一闪而过 所有的灵兽 在一瞬间就被徐阳给宰杀 随意地生起了一堆火 然后又随意地烤了几下 顿时香气四溢 黄天老头敏锐的嗅觉 闻到了香味 自然是焦急地赶来 哎呦 这么多呀 看到面前堆积如山的 烤熟了的灵兽 黄天的哈喇子 瞬间就流了出来 这次随便你吃 现在的徐阳非常的高兴 豪迈地招呼着黄天和赵鹏 黄天闻言 眼神顿时就变了 像是色中恶鬼 看到了爵士美女一样 按耐不住地扑了上来 赵鹏本来想拒绝的 忽然他摇了摇头 苦笑了一下 也就放下了心头的戒备 学着黄天的模样 大快朵一 就算他戒备又如何呀 徐阳要是真的想要对他不利 他戒备也没用啊 还不如放下心头的戒备 和徐阳混熟一点 虽然口中的食物非常的美味 但是赵鹏还是心事重重 吃着美味也是胃同嚼辣 你的夫人 我自然会想办法救治 前辈 你说的是真的吗 赵鹏抬起了眼眸 看向了徐阳 母子之中满是蜥蜴的神色 我就这么和你说吧 深海蓝心之中 有我徒弟的一缕残魂 深海蓝心伤到分毫 我那徒弟便会灰飞烟灭 所以深海蓝心的主意 你们就不用打了 现在谁伤了我的徒弟 我不介意让天下为其陪葬 听到这儿的时候 赵鹏的眼中一阵失落 既然深海蓝心对徐阳如此的重要 他想要深海蓝心的一片叶子 去救他盗旅 这件事情自然是没希望了 我都说了 你的夫人我有办法救活 这点你就不用担心了 徐阳见赵鹏眉头紧锁笑了笑 前辈为何要帮我 赵鹏纠结了半天 终于还是咬了咬牙 一脸忐忑地问着 没错 赵鹏仔细地想 和徐阳认识了两天时间 他根本就没有帮到徐阳什么呀 现在他有点疑惑 为何徐阳会帮他 哼 就因为我被那三个圆银器的打劫 你能挺身而出 这点就足够了 更不用说你提供了 深海蓝心的具体位置 这件事我还没有好好地感谢你呢 徐阳闻言笑了笑 只是前辈 我的夫人伤得极重啊 恐怕不容易抑制 赵鹏的眉头再次皱了起来 其实真实的情况 比赵鹏说的还要更加的严重 他的夫人不是伤得很重 是死了身子还没凉透而已 还有一缕残魂意外地保留在了体内 哦 既然如此 那就赶快去看看你的夫人吧 这一次 徐阳也不敢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 说一定能治好了 万一赵鹏是一个疯子 给他已经严重到断气的死人 就算是徐阳也救不活呀 很快的 徐阳考的灵兽就吃完了 接下来 就是去救赵鹏的夫人了 至于白莲雪现在还存在于深海蓝芯之中 一时之间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就算是徐阳想要救白莲雪 现在也不是时候 白莲雪现在只有一丝残魂 要是徐阳盲目操作 白莲雪非常有可能会灰飞烟灭 彻底地消散在天地之中 肉体躯壳滋养生魂的灵药 徐阳一样也没有 现在只能让白莲雪继续地待在深海蓝芯之中 现在就先去想想应该怎么救赵鹏的夫人吧 对了 你的夫人现在在何处 我们要去的话需要多久时间 徐阳忽然问着 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 要是远的话 恐怕还没有等到他们到地方 赵鹏的夫人就上西天了 前辈不远 就在东山郡 大概也就三天的路程了 嗯 那行 徐阳点头 然而 等需要和赵鹏到达东山郡城 却是在二十天之后 因为赵鹏说的三天 是用动天气的修饰飞行的速度计算的 第八十九章 凤济修罗 当几人到达了东山郡城后 徐阳并没有看到赵鹏妻子的尸身 原来就在不久前 赵鹏妻子的尸身 竟然被图心教夺了去 赵鹏知道这个消息后 以时间怒发冲关 带着徐阳等人直接杀响了图心教 图心教的众人看到赵鹏等人杀气腾腾的赶来 立马叫出了图心教的长老 赵鹏救其心切 盛怒之下直接批出强横掌风 将徐阳面前这个图心教的长老 一下轰飞了出去 后生可畏啊 你们这几个来自外遇的人 都不是简单的角色 不过可惜 看来我图心教仨也 就算是天王老子 也要把命留在这儿 图心教的长老白发魔头 突然发出一声怒吼 强大的气息波动荡向整个图心教的宗堂 很快 宗堂内外同时飞出十几个猿鹰巅峰镜的强者 各个身着黑色长衫 皆是修炼图心教内门功法的长老级人物 将徐阳三人围了起来 刚刚只是开胃菜 现在看清了你们的底 真正的虐杀游戏便开始了 白发魔头阴冷的笑着 却是被黄天老儿一口黏痰喷在了脸上 我认你这个白头我老废物啊 大白天也你马在这儿做梦 老子最讨厌你这种什么也不是 打起架贫人多 还他妈不忘装逼的废物 黄天这嘴炮一开 一般人都扛不住啊 更别说面前白发魔头这等要脸面的人 当着自己这么多手下的面 被黄天如此羞辱 他是绝难咽下这口气的 列阵 给我撕碎这几个不治死活的家伙 口令一出 十几道光影同时闪了起来 脚下阵阵赤黑色光焰同时燃起 徐阳这边上来三个原影镜强者 赵鹏面前夸张一点直接冲上来七八个 黄天的待遇最高 魔头本尊直接降临 打算亲手撕了这个羞辱自己的老家伙 嘿哟 啊 总算是见到练气镜的好处了 打架呀 还能省点力气 徐阳轻笑一声 一个大巴掌 瞬间就将面前这个年纪上轻的徒行教长老 拍成了粉碎 什么 白发魔头愣了一下 瞬间惊呼一声 在他的概念里 练气镜的修饰不可能有如此恐怖的爆发力 然而徐阳的存在 本身就已经颠覆了他的认知极限 赵鹏啊 小心点 这些家伙的功法很特殊 能够阻塞气血的运转 徐阳不动声色的观察一波对手 很快看出了这些徒行教长老们的功法特性 哼 看来你才是这三个人中的核心啊 有点意思 傻狗 谁告诉你跟爷打架还能掉以轻心的 黄天一个大耳瓜子甩出去 不偏不倚 抽在了白发魔头的脸上 给这个老东西抽的眼冒金星 本能的向后飞出数十米 黄八蛋 你可打我的脸 脸上这血色长印看上去十分滑稽 黄天似乎很满意自己的杰作 对着白发魔头 做了一个鬼脸 老子他妈冲你是你的荣幸 这要是放在以前 你连骨头炸子都不剩 黄天这话并不是在吹牛 但是他的底蕴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徐阳也不敢轻易做出判断 都给我听好了 谁能取下他们三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的人头 老子举荐的当护法 毫无疑问 这已经是这个白发魔头 所能开出了最优厚的条件 现在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将面前这三个人碎尸万段 徐阳冷漠的笑了笑 在他的眼中 面前这个白发魔头 不过如同一只蝼蚁一般 但他并没有这么轻易将之斩杀 因为徐阳很清楚 徐心教的背后 应该还有一个终极boss等待着自己 那么现在游戏正式开始了 徐阳话音刚落 对着面前挥了挥手 恐怖的灵气肆意爆发 轰隆隆 刹那间 整个徐心教的总堂门口 涌现出了数不清的灵力见光 对着周围那些徐心教的长老们 发出无比强大的压迫感 这一刻 仿佛整个世界的所有能量 都在徐阳的掌中被任意调动 每一次他做出了不一样的动作 天地间都有无比强大的灵力波动 与之迎合 什么 这真的是一个炼气精的家伙 所拥有的力量吗 我的天哪 当看到徐阳的一系列动作后 现场所有的徐心教长老们 完全傻眼了 包括那个之前 还在自以为是的白发魔头 他们都在怀疑 徐阳真的是这个世界的人吗 简直强大的如同一个怪物 然而这些都还不是最糟糕的 当他们以为这已经是 徐阳最巅峰的力量时 又一股更为强大的气息 凭空降临 冰雪 风天 刹那间 空气中所有的灵气 完全变成了冰蓝色的冰茬 在徐阳的调动下 凭空降临一道 无可抗拒的冰雪封印 瞬间便将徒心教各大长老的功法 完全封印 徐阳 真有你的 你怎么知道这些人的功法 会被冰雪属性的力量完全克制 赵鹏原本面临着极大的进攻压力 但此时 他已经完全从紧张的状态当中 恢复了轻松 徐阳轻笑一声 很简单 血的本质就是水咯 而冰封之力 便是最克制水属性功法的完美应对 只要将他们的血魔之力封印 这些人就如同真正的废物一般 再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了 该死 我们的功法已经不能用了 护霸大人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请教主出来吗 白发魔头冷哼了一声 一双瞳孔当中 立刻弥漫出了血色的光芒 他也成了众人当中 最先一个突破这道冰雪封印的存在 要是我们徒心教 连这良有不齐的三个人都挡不住 还有何面目立身于东陵啊 解徒魂大战 魔头一指 戳在自己眉心 强行炸出一道体内的本源真血 凝于掌心之中 猛地向地面拍去 轰隆隆 强大的血色光浪 扩散开来 白发魔头 解除了一众动天镜 长老们身上的封印状态 与此同时 因为一道本源真血的灌注 似乎长老们体内一股特殊的沉睡力量也完成了激活 而这便是屠魂绝阵催动的核心关键 哎哟 娃娃们这是玩真的了 有点意思啊 黄天一脸散漫的刻着瓜子调笑着 似乎一点危机感都没有 区区三人 面对十几个动天镜强者的围攻 还能这般气定神仙 这样违背场里的自信 属实让人抓狂 然而这波进攻 白发魔头为首的图心教众长老们 当时赌上了全部 哼 冲天巨响 当空炸开 一道足有数十丈方圆的巨大血色骷髅 缓缓凝现 比之前白发魔头释放出的图腾 要强悍数倍 以我血魂 奉祭修罗 血染的山河 枯骨堆砌的炼狱 当这巨大的血色骷髅 冉冉而生时 整个图心教总坛 偌大的战场 完全被浸染成了一片血红 更可怕的是 每一个在这个地方 走向寂灭的亡魂 都在这血色骷髅的感召下 重新复苏 化作一道又一道的阴灵 自四面八方 涌向徐扬三人 俊朗的徐扬 仍不失一副宗师气派 举手投足之间那一份淡定从容 始终未被动摇 平静地观望着周围空间当中的一切 每一缕夹杂在空气当中的血雾 似在勾勒着一张吞噬灵魂的网 噢 原来如此啊 徐扬扬起了自信的嘴角 看样子分明是有所发现 我想 我猜到他们掠取这些尸身的根本目的了 这些人的功法 是通过吞噬不同体质血脉之力 来进行强化的 拥有的尸身种类越多 功法能够产生的吞噬能力自然越强 现在我几乎可以断定 你老婆的肉身就是在徒心教之中 赵鹏听了徐扬这话 战役瞬间高涨了数倍 迎空发出一阵怒吼 整个人如同一只暴走的狂尸 冲向人群 给我去死吧 轰隆隆 举手投足之间 赵鹏双掌涌起无比璀璨的灵力光芒 轰出一道巨大的剑芒 当场劈碎其中一个徒心教长老 然而他们很快发现 这崩碎的尸体当中流淌出的血脉 又迅速弥补进整个阵法空间 补足其他人的法力需求 哎呦 这有意思啊 这阵法这的确有点意思 能够整合不同体质的血脉之力 化为己用 黄天拍了拍手 似乎比之前认真了几分 赵鹏无疑是三人当中情绪波动最明显的一个 也是最破血想要结束这场对局的人 始终保持着高度集中的状态 寻找对方的破绽 很遗憾地通知你们 修罗之力已经被引动 你们失去了最后一次瓦解此阵的机会 等待着你们的只有体内血脉之力被抽空的厄运 白发魔头不可一世的狂笑着 已经提前开始扮演起掌控者的角色 修罗 你可能还不太清楚吧 在我们齐州 没有人信奉来自地狱的鬼神的力量 只有活着的人才有掌控一切的资格 将希望寄托于亡灵 只会让你们更加可悲 徐扬话音刚落 一步登天而起 整个人完全置身于血色浪涛 最为浓郁的核心位置 任凭这些拥有极强吞噬力的血脉气息 拥抱自己 老哥 这是闹哪样啊 赵鹏彻底被吓傻了 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徐扬 真心没想到 他会用这样的作战方式 主动将自己送入这血海之中 只有真正让他们感到绝望 才能将这些亡灵的气息 与血脉之力隔绝开来 从而破解此阵 实力方面且不论 但是徐扬十万年的生命历程 积攒下来的阅历 根本不是面前任何一个人能比的 刹那间 徐扬的身体变成了一个 气息紊乱的狂暴漩涡 撞落疯狂地吞噬周围的血脉之力 让整个大阵最为仰仗的血液力量 反过来向自己的身上凝聚 什么 他是怎么做到的 白瓦魔头顿时慌神了 他还没见过像徐扬这般霸道的炼气竞修士 小子 你是在作死吗 徐扬笑了 准确地说 这的确叫作 但死字 离我可还远着呢 漩涡凝聚到了峰值 徐扬本身成为一个巨大的血色光球 竟是以一人之力 同时集结了下方所有被血光笼罩的阴灵的气息 失去了无尽阴灵的补充 面前徒心较重长老们自身流淌出的血脉之力 根本不足以困住黄天和赵鹏 就是现在 赵鹏无比霸道的一道全境轰出 同时崩碎面前两大徒心长老 震碎两人元神的一刻 血光大震出现了致命的漏洞 嘿 该我了 黄天笑嘻嘻地拍了拍手 身形化作了一道鬼魅般的光影 瞬间扑到了白发魔头面前 嘿 我说伙计 你这光半边脸有掌印不太对称呢 再他妈赏你一个 这次黄天可是用足了十成十的力量 一道硕大无比的手掌抽向魔头门面 但见一道飞光闪出 白发魔头一颗脑袋瓜子 直接被黄天抽飞出去 鱼肉身分离 当场陨落 护法 众长老彻底懵逼 如果说刚刚大震发生了漏洞 还没有让他们放弃 可这一刻 当他们看到堂堂教内大护法 被这个老豆逼一瞬间拍没了脑袋 心底直接量了大半 哪儿还能有半点战意呀 我尼玛 这三个家伙一个比一个生猛啊 现在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 收工 逃啊 什么 三个境界良友不齐的家伙 撵着六七个动天境的强者飞跑 这样不可思议的一幕 真的被徐扬三人变成了现实 想逃 抱歉啊 你们已经没这个机会了 游戏结束了 徐扬轻笑一声 周身萦绕着无尽的血脉之力 被他以大法力全部凝聚于掌心 而后向下放纵情一挥 轰隆隆 崩塌急的震撼力量倾斜而下 只一瞬间的功夫 面前这五六个四散奔逃的动天境高手 全都被震碎成了一坛血雾 消失在了众人视野当中 很快 头顶上方凝聚而来的血色光幕 完全消失 空气又变得清新 可整个图形教战场上下 却是一片肃杀 冷气到了骨子里 抱 内堂 几个图形较重 跪在一个身高足有两米的壮汉背影前 脸上写满了惊恐和震撼 禀茂教主 外头来了三个不速之客 将大护法和众长老 悉数斩上 什么 大汉猛地转过身来 脸上尽是不可思议的震惊之色 只见他左脸上 眷刻着一道疤 对应着左眼当中 充斥着冰蓝色的光芒 我就知道 这个半死不活的女人是个麻烦 我没办法 好东西的获取 总要付出些代价 只要能吞噬了他的血脉 我冰天魔攻大城 便有望突破冻天之极限了 哟 伙计 这么快就开始打算起 自己下辈子的目标了 谢谢大家